真的叫做神喻言 因为你之前跟我讲太阳能的时候 不是一直跟你说 哎呀那个获利对不对 对 但是人家的获利真的已经好转了 等一下好好来跟大家讲 还有今天公布的上海集装箱指数 喷了 喷出去了 喷了跟台积电的营收一样 喷了快两成 所以我想说其实阳光空气水都有业绩 所以我觉得他们续航力就看未来业绩的表现 那舌部分待会再跟大家聊 那我觉得第一个 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是在4月9号 刚好是台股大跌那一天 那时候我们跟他讲说 台股你就可以留意到相关的阳光空气水 可能资金轮动的一个机会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太阳能题材在哪里 因为拜登一个加持 他有可能要磕进口关税 所以对于太阳能来讲的话 就有这种所谓的业绩不错 搭配题材的加温 你看今天的硕和国硕昌和 这三两股票都非常强势 业绩其实都很好 从这个月增年增 这数字应该都比台股好一些 但机器是不太一样的 对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我们其实在4月12号跟大家讲的是 金银统帖席当中的银是塑合 还有银浆对不对 对它有太阳的导电银浆 因为它是全球第五大的导电银浆的大厂 那前几大都在这个中国 所以如果中国没办法出货 是不是代表它就有机会出现转单的效应 那时候跟大家讲什么 它叫浪子回头 对因为亏损比较多嘛 亏了20块过去三年 对那我们来讲 4月19号那时候也跟大家继续分享 所谓的阳光空气水 因为那时候它之前叫银概念股 到了19号它变身为太阳能的概念股 我那时候想说你真的很爱硕和 对因为我觉得它优点就在于说 因为亏了20块 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讲 浪子回头代表你手上都不会有 所以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真的套很久的话 你就给它一点机会 也许它就会考一个好的分数给你看 就真的还考的还不错哦 那我们讲说其实以现阶段 我觉得太阳能题材在哪 因为要调整电价了嘛 所以很多你可能以前就不太愿意装太阳能 因为这个接受电价的报价不太好 你卖给台电可能获利不多 但我觉得现阶段整个一个利差开始出来了 那我们讲说 它的一个题材在哪 因为选前太阳能的暗场投资受阻 因为很多要投资太阳能暗场的人会等 到底这个蓝绿蓝白配大家会有点害怕 那后面等到现在确定当选之后 我觉得后续的一些相关的推案啊 或说一些资金会慢慢的到位 所以其实很多太阳能的大长法 所以都跟你讲说第二季有集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营收的集单 太阳能主要原因是因为赢价在大涨 赢价在反应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太阳能需求强劲 这是美股当中一个叫做科尔代伦矿业 好像史上第一次有人要分享这个矿业公司 对它是在美国挖银矿的一个企业 因为美国其实有蛮多的银的矿产 那你可以看到它从这个今年以来 大概最近这两个月时间里面翻了一倍上来 因为它的法说会说到 它最近发现到它开始重新要开采银矿 主要原因是因为太阳能的需求太强了 所以从美国我们发现到 全球对银价的推升有一部分来自太阳能 有一部分来自电子业的复苏 那我们再看一下太阳能 以这个所谓的岩钓机构预估 到2025年全球太阳能装机要达到5457G瓦 那这个是相关的调查发现到 到2022年其实从中国欧洲跟美国 这是全球三大的太阳能装机国 中国最多嘛 对 2022年加起来 这个加起来数字也才800K瓦 800K瓦可是要5400多K瓦 对代表说它长期来看是一个大题材 那你要知道说太阳能是一个耐久财 一般人装割太阳能板大概可以用 大概10年到15年再换嘛 所以你2011年到现在2016年 你换过来 开始慢慢旧的太阳能要胎换了 所以都代表说 尤其太阳能看起来是一个所谓的 类似房地产循环 进入到一个新的循环的周期 来但最强的就是硕和跟国硕 好你的代表做还是在上面 对因为他们这集团我觉得就比较特别 比较特别 第一季营收是季营收年增96.3% 四月份营收年增285% 因为它第四月份营收是赚了 营收8亿元 对8亿元就是已经第一季 它大概是16亿左右 一个月又比第一季成长了二分之一 就拿到二分之一哦 那我们讲说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要看它去年有多烂 去年它的第二季营收566.86% 第三季更烂 所以代表说它第二季跟第三季成长 那今年的成长季 我发现就很强 所以你看到硕是这样的现象 那国硕是不是也是这样 第一季49.6% 145.98% 然后去年是58.21% 这就是我觉得就是公司看起来 就是把去年一次把呆账都打完了 所以有这样的企图性存在 所以我觉得国硕集团 应该是在下礼拜大家可以留意到的 那在我们讲说 帽迪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去观察一下 因为现阶段我们讲 要开始做一个太幻旧的太阳能板 那新的事实在是top com 我们台湾是中原院计转给帽迪的 所以它本身在这个所谓的相关的市占率 跟产能的一个产品的一个 这个良率都非常好 那公司也说了 法说话就跟你讲 第二季有极丹效应 那我们再看中美金 法说会也说看好选举后 相关暗场加速建制 所以会有所谓的极丹效应带动 所以你发现到从帽迪 从中美金都跟你讲同样的事情 很多选前不装的 选后开始加速装 选后愿意装了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族群来看的话 应该都有机会在第二季 甚至第三季 营州继续成长 那股价位置会不高 就代表它有可能会复制过去的 这个重电族群一样 你会发现到股价慢慢涨上来之后 伴随着业绩续的成长 也许就是一个比较大波段的上涨 所以它我觉得可以留意到 也许520之后都还有一些续航的空间 因为选后才开始装嘛 对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缩合 缩合你上次讲到哪里 我记得应该是在4月初 4月初这边的位置 刚好我记得那时候刚突破高点 我们就跟他讲说 4月12嘛 大概往上走的这一段 对那时候跟他讲说 可以特别留意了 那你发现到 他是冲上去之后 他拉回 拉回拉回蛮长的 但你发现到 这个低档支撑 其实都没有大跌过 给大家买的机会 所以就有点阻力在洗筹码 因为拉上去带大量 拉回是量缩 所以格局我觉得算是比较漂亮的 你看拉回有没有阻力在卖 但是都没有做一个大卖的动作 所以现一段在拉上去之后 代表他是进行新一波的攻势 搭配什么 搭配业绩 真的叫做好的成一单 所以我觉得可能下礼拜 也许大家不一定追得到缩合 但是我觉得 以他目前整理完再工 如果阻力继续买的话 只要量能不失控 我觉得都还有比较大的想象空间 因为之前他在2021年的高档 是在240几块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上来 也许大家有机会可以看到 200块以上缩合 是不可能的 缩合以前还有更高价 对他更高有到8、900块 8、900 对那个就是已经很久很久以前了 对好我们来看到缩合以外 那另外一档也是上次跟大家分享 4月11号我们那时候跟他 缩合已经跟你介绍过了 对耶 所以我们跟他讲说 那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仓和 位阶低的嘛 对位阶比较低 那时候仓和在这个位置点 对过来大概就在这边而已啦 哇 对那那时候跟他讲说 你怕缩合业绩不好 他是一个放牛班的学生 那我们找一个机优班的给你看 对 仓和就是机优班嘛 因为他真的是每一个月的营收 几乎都在创新高 而且都交出好的一个获利 所以他代表他在太阳能当中 他的产业我觉得是比较有特殊性的 他做印刷网板的 那股价也是一样 现在也来到波动的高点 对耶 那也是量价其洋 外是在买房 而且你可以留意到投信如果买回来的话 我觉得未来也有这种网上补偿的空间 所以这是我觉得太阳能 目前来看 放牛班 跟所谓的机优班的学生 都还是有这种网上比较的空间 所以到底要选浪子还是校草呢 我会比较喜欢浪子回头这种型的啦 对因为他真的浪子 你喜欢坏坏的 因为浪子筹码比较干净嘛 仓和其实前波大概在快要200块附近 有一些套路反压 可能那个地方 大家可能要观察一下筹码变化 校草太多人追 好那我们再看到 阳光空气水 上次跟他讲水不是讲水资源吗 因为水资源我们都会下雨 所以不太好 下雨就先别碰了 对 然后那时候跟他讲海洋深沉水 那现在这次海洋深沉水 已经变成海洋表深水了 所以过去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水鬼 我觉得现在浮起来变水手了 因为有这样的迹象 在2021年大家有印象 如果大家有在那时候 有参与过航海王的热潮的时候 大家可以发现到 那时候都是滚量上工 所以大家那时候会觉得说 今天怎么航海王爆到20几%的量 但过去在那段时间 大概有两个月时间 每天都20-30%的成交量 所以我觉得货柜三雄很需要滚量上工 尤其是现在才刚从底部上来 我觉得可以留意到 那再来 有没有好的成绩 有 四月份营收都成长上来了 所以今天这三个货柜三雄都涨停板 我觉得题材在哪里 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 那因为我们上次跟大家讲 奥运拉货潮嘛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产业面的一个带动 而且因为欧洲所谓的一个塞柜塞港 所以美国最近也开始提前拉货 他怕也被耽误到了 好 所以有点那种环环相扣 那再来我们讲 中国经济最近的复数都能开始增加 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 鹿股跟港股 其实都最近上涨到波乱高点 全球贸易动人也开始在增加当中 所以主要的航商都在跟你调价附加费 代表2021年的状况又来了 大家看到塞柜塞港 这些航商觉得有利可图了 赶快大家联手再做一个涨价的动作 所以基本面可能都还有逐游存产的空间 上次跟大家讲这个阳明万海 常常可以留意 是因为我们先看到了 运价已经创了历史新高 那现在更高的往上 它从1651到这边3620 已经快要翻了一倍了 所以翻了一倍 你再回来看台湾的航运公司 货柜除了长龙位置比较高 很多真的是从低档慢慢浮上 我觉得就可以留意到了 那基本面在哪 你看到中国 今年的1月份到4月份 除了3月份往下掉 其实逐月的出口是成长的 那相关的从人民币计价 大家跟所谓的美元计价都可以翻到他们成长性开始慢慢回来 中国就是全球主要的贸易的大国 当它的经济回温的时候 我觉得对全球贸易来看的话 就会有些推升效果 贸易好 所谓的货运的一个运价就会跟着好 这我觉得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基本逻辑 好 所以我们来看这些所谓的陆海空 三线展示火力 我觉得今天看起来真的有航海王回来的一个意味存在 对 那货柜三线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对它基本面蛮清楚的 日性的部分 它就是有这个所谓的高值利率 那另外美丽性酒店 有母亲节的题材 可以留意一下 那长龙航跟华航 大家也都知道说 其实都受惠到所谓的一个空运 跟这个客运的一个需求 那你发现到 这些其实在今年第一季都已经出现营收的成长 代表真的所谓的陆海空 其实都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转机 那法人部分可以发现到 阳明跟外海我觉得可以特别留意 因为他们都值率偏低 而且这边都是投信在买的 投信跟外资一起买 代表这是主动型投信在买的 主动型基金在买 对 所以它会比较有所谓的涨势的延续性 代表真的是有攻击性的筹码 那再来可以看到像荣运也是投信有在买 那其他可能有一些是外资等等在做一个换股的动作 我觉得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后续的表现 那当中 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讲阳明 阳明涨了也怎么办 昨天其实我们也讲到阳明 可是第一季季报还没出来 对我觉得其实 大家观望中 其实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讲是在这一天 你讲的是你的阳光空气水来在这边 都是在滴档 那万海那时候还是这个波段最低 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讲的时候 那时候对下来 我们那时候给大家看资料 没有量 没有投信 没有大户 都没有 但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讲说 等到它涨上来就什么都有了 所以那时候跟大家说 因为我们看到运价已经来到波段高点 它会过年前的高点 所以现在过了 过了之后我觉得就去看 大户应该还会在增加 投信还在大买 所以我觉得都还有机会 那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一个阳明 长荣万海 下礼拜回来你就看所谓滚量上工 另外如果大家有看所谓的股票期货的话 可以看到未平常量有没有连续性的增加 代表这一波航海王资金重新回荣 对他们三家公司都会有一些推升的效果 等于上次讲的时候四大皆空对不对 都没有 可是这是最好的布局点 对 那现在上来大家有点怕怕 好像什么都来了 但你觉得延续性是强的 对因为我们讲过去航海王时代 就是孕价涨股价涨筹码在涨 所以目前就是你顺着所谓的孕价报价筹码跟技术面操作就可以了 好 再来看到最东海的男人 可是之前不是有报一个内线交易案吗 对 他内线交易 跌到这边也有跌得很重 就这样而已啦 因为毕竟他不是因为所谓的航运公司的内线嘛 是其他公司的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 他也是回去东海就好了啦 对 回去东海就好了 所以以他的现行他已经过了这个高点了啦 那军线才刚纠结往上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真的觉得长榮阳光海长很多不敢追 也许他就有补涨的动能 我觉得这是可以留意到 因为他也是什么 造华概念股 好啦 那我对他好一点 对 虽然说多骑了一匹马 但也许就跑得更快一些 对对对 好 众听众听 好 那这样我们看到长榮行啦 那长榮行我觉得就是所谓的 它是客运为主 在所谓华行跟长榮行当中 我觉得如果你是要压未来运价暴涨的话 华行应该会涨得比较快 但如果说你要看所谓长线的一个走势 或说如果不是一个短线题材的话 我觉得长榮行应该是大家的首选 因为目前客运的运价真的还很贵 就是你如果去订票的话 会发生到怎么都不降价 那再来就是说空运的一个集单来的话 我觉得对他来讲有一些业绩另外的注意 那搭配上长榮行 因为投信是持续在买它 但今天是有调节的部分 但你会发现投信卖也没有卖下去 股价我觉得这边实现能够守稳 过这前高这边量都还蛮漂亮的 可能在接下来下个礼拜 他都有机会跟着货柜三雄 一起往上这个起航往上飞空 这边非常谢谢题材猎人汉为